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晚我几早睡 而且睡得不错 所以没有察觉到地震这件事 正确来说 应该是说今天才对 是今天3月14日凌晨2点半左右 在我们香港很多地方都感受到地震 香港天文台收到不少市民的报告 应该有超过8000个市民报告 表示感受到轻微的震动 而这个震动是维持了几秒钟 初步的分析显示 香港的地震强烈程度 这个叫做修订麦加里地震烈度表 麦加里 修订麦加里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 什么意思呢 即是大家可以感受到 你挂在那里的东西会摆毒 门、窗和碗碟都会发出响声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表示 在凌晨2点28分 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沿的海域 是记录到4.1级地震的 深度就是25公里 根据天文台提供的经纬度 震源就是在香港东面 离开我们不是很远的海域 而25公里的深度 都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是极浅层的地震 所以亦因为这样 香港市民普遍是可以感受到的震动 因为都很近 甚至有些人在睡觉的时候 是被吓醒了 特别是居住在香港东面的市民的感觉 是会强烈一些 香港经历地震的机会 当然不多 所以大家对今次的现象 都感到非常之疑惑 我今早早睡觉 一看一看网络的世界 就发觉在网上有不少留言 不少市民被震动惊醒了之后 在网上的留言 就问大家 喂 是不是真的地震 有些人就说 我以为是幻觉来的 那些杯子在那儿震 又有些人就说 我第一次是看到自己那张 滤架床前后 不停在那儿震 和在那儿遥动 有些还说 震到雪柜也有些浴动 还说上面摆放的物品 例如茶杯 都会碰到叮叮声 震感就好像是 站在天桥上面 旁边有很多重型的货车 经过的那种感觉 看了大部分市民的留言 感受到这个地震的时间 大约是五秒到十秒左右 多数都是感受到一次 有些感受到两次的震动 不过最多人提出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大家猜不猜到 就是为什么政府不发出一个 緊急警暴 Energency Alert 伊丽莎白医院 变成定点医院 专门接收新冠病毒病人的安排 即使在同日的记者会 告诉大家 到黄昏都杀有介事 要发出一个緊急警暴 市民不明白 你做什么今天凌晨 我们香港感受到地震 你不发出这个警暴 你发出了这个警暴 我们至少都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看到家里的东西会移动 不少人认为 今次的地震 是否比起当日你呼吁市民 非必要不要去伊丽莎白医院的消息 来得更加危急 应该好好利用 花费了一亿五千万建立的系统 来通知市民一声 我相信公道点说 部份的市民这样说 是发晦气才会这样说 这次地震对香港真的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也没有造成伤亡或严重的破坏 也没有因为今次的地震 感受到的地震 是需要大家特别采取什么行动 又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在半夜用紧急警示系统 系统会响的 可能如果政府真的用了 会令市民更加害怕 也未定 再一次受害怕 如果政府颠道会发警暴的话 也挺恐怖 不单止要人清蒙 可能真的会吓死人 幸好幸好 照我的角度看 我们的政府 还有少少智慧 还未完全喪失了理智 不过真的希望政府 能够深切体会网民 这个问题 就算是发费器也好 但有些是真心问的 有些真心觉得有问题 有些是发费器 正好反映出特区政府有时候的决策 荒谬性在哪里 有点值得一提的就是 今次地震的镇央附近 是有两座核电厂的 包括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大亚湾核电厂 还有就是领澳核电厂 这两间核电厂和镇央的直线距离 只有50公里而已 这两座核电厂和香港都很近 所以就有人忧虑 今次的地震会不会影响到核电厂的安全问题 我相信大家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放心 不需要太过忧虑 根据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实时香港 辐射水平的资料显示 我们香港设立了有12个环境 加码辐射水平监测仪 加码水平监测仪 在地震发生后 录得的平均剂量 都是正常状态一样 其中在香港最东面 最接近大雅湾和领澳的东平洲监测站 在凌晨3点的时候 录得的平均环境加码辐射 剂量率是每小时0.09微希玉特 和地震发生前凌晨2点录得的剂量是一样 即是没有多度 附近的塔门也是一样 而吉澳监测站在凌晨3点 录得的环境加码辐射剂量率 就是每小时0.1微希玉特 是和凌晨2点一样的 都是没有多度的 我以前都以为香港 是不会感受到地震 在香港也不会发生地震 我记得好几年前拜访天文台的时候 都请教过当时的天文台台长 当时的天文台台长岑志明说 事实不是这样的 根据香港天文台1979年以来 本地有感地震的资料显示 1979年到现在 一共有85次有市民报告有感地震 包括今天凌晨的这件事 这次获得的报告是最多的一次 其次是2013年2月22日 当时是广东河原发生4.8级地震 获得的报告是有5000个 而上次香港绿德的有感地震 就是上个月2月12日 台湾发生5.7级地震 当时只有11名市民报告感受到地震 过往在香港绿德的有感地震 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境外发生的 境内有没有呢? 原来都有 79年到现在 有9次在香港境内发生的 上两次连续发生在2019年和2020年 很近的 2019年12月5日 长洲附近有1.4级地震 2020年1月5日 大嶼山和长洲对开珠江口水域 是发生3.5级地震 我们很幸运 在香港绿德的有感地震 是相当之轻微 几乎都可以说一定不会造成破坏和伤亡 但例外的情况也发生过 不过是很多年前 要数到104年前 即1918年 2月13日 那天是年初三 广东省和福建的沿海边界 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 有指这个地震曾经引发海啸 附近南澳和汕头一带几乎是位于一旦 而香港我们离开地震的阵央阵区 大约有三百多公里远 其实当时香港同样受到灾禍 根据天文台的资料显示 那次我们香港的震感程度 是达到修订麦加里地震列导表的6至7级 其中7道的意思是令到砖石建筑损毁倒塌 烟通和高架水塔等建筑物出现扭曲甚至倒下 据悉当时香港不少建筑物都出现损毁的情况 天文台总部上层房的墙壁都出现裂痕 中西区包括中区警署很多栋建筑物都受到损害 香港大学部分建筑物也是因为这次地震需要拆射 位于罗边神道的圣约室书院 亦因为受到严重破坏需要搬遷 可想而知是多么严重 这次是唯一一次在香港造成明显破坏的有感地震 当然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 虽然今天香港饱受疫情的影响 但香港也是一块福地 我们应该可以捱得过去 大家加油 大家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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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ouho 大家好 我是许妍 今天上来和志雲大师聊天很开心 虽然他觉得我们很拘謹 但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心底话 因为他问人事很厉害 因为他问人事很厉害 我们已经见识到 我们也被他刮了很多东西 我们的管理问题 你准备好让志雲大师打开心扉了吗 打开心扉了 打开心扉了 所以这个频道 就是Steven的频道 大家记得订阅 按赞和赞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这里说完这里散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噴霧四维噴》 让它里面的齿子提取物 将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不对听的 统统消散了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 杰癖主义 好主义